Sala姐妹们,跟你聊关于房子的一切 哈喽大家好,我是Sala Homes的Sony 今天来给大家继续讲解新冠疫情对旧金山湾区房地产市场的影响 上周分享给大家的市场汇报 对比居家令前后房地产市场的各项指标 数据来自于MLS Listings 它涵盖的主要是南湾和半岛的数据 截止今天,居家令已经实施了快一个月了 刚刚看新闻,州长Newson也在暗示我们5月可能要分批复工 可是娃儿们不上学的话真的付得了工吗? 废话不多说,最新数据奉上 今天我们选用的数据组是来自于旧金山和东湾的数据 主要包括的城市有旧金山市、伯克利市和奥克兰市 首先毫无疑问的是交易量的陡然降低 在本应该是旺季的春天遭遇了黑天鹅事件 热火朝天的房市仿佛突然按下了暂停键 从交易量的层面来讲 现在每周房产交易数是过去一年来的次低点 只比2019年冬天的圣诞节元旦假期是高那么一点点 自从3月16号的居家令法案生效以后 至今差不多快一个月的时间 共有75个房子顺利过户卖掉 其中33%的售价低于要价 15%的售价等于要价 52%的房子售价仍然高于要价卖出 对比去年同时段 2019年的这个时候 有61%的房子是高于要价卖出的 我们可以看到市场动态是已经在向买家市场倾斜了 自从居家令以后 至今共有85个房子在旧金山新上市 但是只有9个完成了交易 当然不能因为这个数据 就说大部分的房子没卖掉 因为这里只统计了sold data 没有写under contract pending data 总共居家令实行了不到30天 现在贷款本身又做的比较慢 所以新上市的房子还没有close 也很正常 但是这个数据的意义在于对比去年同期减少了67%的交易量 即使市场交易量不多 但是100万到200万的房子仍然是最活跃的部分 使用4月6号的数据来看 旧金山196个上市房源中有110个进入合同 伯克利和奥克兰有163个上市房源 其中91个进入合同 我自己在每周看房和下offer的感觉是 性价比高的入门级且装修好了可以立刻入住的房子 还是能收到多个offer的高于卖家卖掉 这些房子的最终成交价格 对比今年2月和3月初肯定是下降了 但是还没有跌到2019年的秋天低点 成交量的下滑也可以从购房贷款数量的下滑中反映出来 因为市场的不确定性 虽然利率仍然较低 但是购房申请贷款的数量对比去年同期 显著下降了45.7% 对比居家令的前一周减少了15.9% 一年前30年固定贷款利率约为4.14% 现在贷款利率约为3.33% 也就是说假如你从银行贷款了100万来买房子 分30年固定利率还完的话 整体算下来30年能省16万5000的利息支出 但是注意哦 具体放到每个人情况不一样 利率每日变动 并且会根据不同的信用分数 签证类型 负债历史 贷款收入比 首付比例 贷款数额以及银行存款等会有不同的利率 建议你真的到了考虑要买房子的时候来咨询SALA 我们会根据你的具体情况量身推荐最适合你的贷款银行和贷款项目 又到了喜闻乐见打脸或者马前炮的预测环节了 未来的房市究竟是何走势 我们预测5月仍然会继续受疫情的影响 交易量会进一步下跌 然后随着复工和疫情好转 交易量会慢慢回升 对于卖家来说 现在还是可以卖房子 因为市场存量不多 对于买家来说 也许复工时会有大量房源井喷上市 可能会是挑选的好时候 至于恢复的曲线是U是V还是L 我也不知道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最后房市曲线怎么走不重要也不知道 但是有无保护措施的疫情曲线 相信大家都是很清楚的 请大家继续宅家休养 多喝水多锻炼 保持身心健康 如果闷得慌 可以加SALA的微信群来聊天 或者参加我们的线上讲座哟 自助买家想减好deal 比市场价便宜20万买到装修好的新房子吗 请联系SALA团队 获取我们自助全现金买破房 翻修好的成本价 卖给你的独家服务哟 广告时间 本周末湾区地产投研会讲座 由擅长Subdivision和政府邻里打交道 拿批文的资深豪宅开发投资人Tracy 来给大家讲她投资过程中遇到的那些坑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记得点赞收藏关注哟 请不吝点赞收藏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